婆婆妈妈上市场挑选生鲜蔬果 但小心吃进度的不只营养还有农药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指市场蔬果零售业者 超市卖场餐饮店等处 抽验生鲜蔬果残留农药 抽验45件蔬果产品中 11件不符规定 包括迷迭香、芥兰菜、白萝卜、百香果、米豆、小白菜、韭菜各一件 各检出1到6项残留农药 韭菜花、茄子各两件 各检出1到3项残留农药 不合格率高达24.4% 那这一次的45件里面的11件不合格 那有包括就是像迷迭香、芥兰菜、白萝卜 还有百香果等等 那这11件的不合格的话 它的抽验的地点有包括就是市场的部分 那还有包括就是餐饮业的蔬食店 那当然还有包括就是卖产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抽验不合格的 如果是农药残留超标 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蔬菜水果的来源 譬如说可能是在中南部的一个产地 那就会移到产地去请安地的主管机关去做进度的查办 那如果违法的话 依照食安法是可以处罚6万元以上的罚缓 那这个部分在这几年 我们在农药的检测的部分 我们逐渐去朝向就是所谓的高风险的产品的一个抽策 那这高风险的话是依照食药署跟农委会 那还有环保署他们在中央所开会之后 那根据他们所手上的一个资料 那去做这样一个监测 那这个监测的话就是让我们这几年在抽验的部分能够比较精准 那当然因为比较精准的抽验 它的复合格率也会偏高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只要在台北市抽验的 我们除了就是去追查它的来源之外 那同时也会就是充斥在台北市的农产公司 因为它是我们在台北一个很重要的批发市场 那它也会根据我们移工的品项下去做另外的一个监测 卫生局表示贩售业者应要求卖方提供 并保留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并将产品外箱来源资讯拍照纯正 以利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那这边我们也提醒就是在贩售业者的部分要注意 你每箱的来源的话应该要留下 相关的买卖的文件 那有一个良好的记录才能够去缩远去做这个追踪管理 那当然如果在消费者的部分 你买到蔬菜水果的话 回去就是多加使用清水去做流 流动清水去做清洗 那都可以减少这个农药残留的这样一个影响 卫生局表示在市面上抽验产品属终端管理 唯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及产地加强辅导农民 于栽种时正确适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蔬果残留农药问题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